《雄母》 《雄母》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加速普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乐于接受新鲜事物 去寻找更加高效的生活方式 购物时用手机支付已不再是最方便的了 很多更快速的付款方式应运而生 在2016年移动互联网大会上 腾讯公司就发布了具备支付健全功能的智能手环QK 并推出了TUSI认证标准和领域守护计划开放平台 希望通过安全技术和业务技术的输出 丰富智能硬件中的内容和场景 为用户联网设备联网提供了金融及安全防护 在发布会现场 腾讯展示了本款产品QK 从外观上看 这就是一款智能手环 可以显示时间 记录运动量 但其特殊在是这个小小的智能手环 还兼具银行优盾 电子卡包 智能家居设备和APP登录等多项安全功能 腾讯无线安全产品部副总经理表示 智能手环QK 实现银行的优盾级安全 通过将证书放置于智能终端硬件的SE安全芯片中 可以让用户在登录各类账户的时候 无需输入密码 必须使用QK进行登录 从而解决账户安全问题 他还表示QK有五大使用场景 包括免密码登录APP 网站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快捷支付 可为闪付提供离线支付 支付健全 为银行网银 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 提供更安全的支付健全 智能卡包 可集成门禁 公交卡 贩卡 公卡等 物联网身份认证 便捷安全登录智能家居设备 作为第一代QK 目前最关键的使用场景是 支付健全 当前网银 第三方支付都采用数字密码 指纹识别 短线验证码等方式 为实现支付端 与健全的分离 因此一旦手机丢失 手机中毒 都可能导致支付风险 而使用QK 让支付端在手机 健全端在QK 通过双阴子认证 可以方便快捷地实现 金融及安全支付 所谓双阴子认证 2FA 是指结合密码 以及实物两种条件 对用户进行认证的方法 具体包括信用卡 SMS手机 令牌或指纹等 收物标志等 业内人士表示 QK双阴子认证 树立了移动支付领域 全新的安全标准 目前 海尔等智能家居厂商 也与腾讯安全 达成战略合作 利用腾讯领域守护计划 QK帮助智能家居 实现安全防护 当黑客攻击 智能家居系统的时候 因黑客手中没有QK 无法远程登入家庭账户 致使黑客 无法实现攻击 据悉啊 腾讯本次发布的 智能手环QK 只是腾讯领域 守护计划的一部分 在QK的背后 则是TUSI标准 领域守护平台 这是腾讯领域 守护计划的三驾马车 据介绍呢 TUSI认证标准是 Tensor User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的缩写 及腾讯用户安全基础设施 是腾讯公司提出来的 基于硬件和密码学算法的 一套身份认证 及移动支付健全标准 通过TUSI认证标准 解决了移动互联网端 身份认证标准 不统一的现状 让产业链各方 通过统一的标准 设计软件 智能硬件 和智能家居设备 从而共同享受 统一的安全防护能力 除了腾讯的QK手环之外 拉卡拉和中国银行 北京分行也达成合作 推出空中发卡智能手环 拉卡拉手环 北京地区的中行用户 可将自己的信用卡 绑定手环 直接使用手环 刷Post机结账 空中发卡 指的是银联取卡人 通过银联平台 将银行卡信息 直接下载到手机 或IC卡等载体中 绑定后的手机 或手环等终端上 就可以实现 闪付消费 拉卡拉手环 不仅能绑定 中行银联卡 成功绑卡的用户 还可以在全国 带有银联闪付标识的 Post机上挥手支付 凡是支持 Apple Pay的商家 都可以刷 拉卡拉手环消费 在便捷性上 绝大多数用户 无需更换手机 也可使用手环的 NFC闪付服务 同时 这款手环 还抑制北京易卡通 可用于乘坐 公交地铁 且支持运动技步 来电提醒 抬手亮屏 超长续航等功能 手环搭载的OLED屏幕 则能直观显示 时间日期等信息 Post机 Post机认为 虽然这些新的技术 将成为未来的 主流支付方式之一 不过 当前整个智能硬件 物联网产业链条上 并没有出色的 安全解决方案 许多技术问题 难以在网络支付 智能设备 物联网产品中 加入能被大众理解的 安全功能 各种新的智能付款方式 和安全系统 还要经过重重考验 才能被大家接受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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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